各位大兄姊妹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欢迎大家参观我们三藩市播道会 网上的五堂崇拜 今天我们继续思想约翰福音的信息 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8章39节至45节 题目是叫做《谁是你的父亲》 未开始思想这段圣经之前 只有同心低头 我都同讨过 此必然而知父我们本心多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 你是爱我们 甚至猜大你的独身儿子来到世上 为我们钉死十字架 求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 明白你 并且遵行你的道 求主帮助我们 祈祷奉耶稣基督命靠 阿门 我是谁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疑惑的问题 我在中国出生 五岁的时候由中国 走难去到香港 我记得你滴到十三岁十四岁的年 才能得到那张身份证 后来要出国 帮你一些身份证明书 在香港个叫 Certificate of Identity 在国籍那张栏就不知道写些什么 我不算是中国籍 因为中国不承认我是中国籍 只要拿签证才能入境 我也不能写上香港人 因为香港根本是两个国家 所以出外旅游的时候 遇到海关人 海关人问我 你拿着这本什么来的 好像摸不着头脑 结果在国籍的栏 我就选了无国籍status 即是我是一个在中国出生 香港长大 拿香港身份证明书 有无国籍的华裔人士 后来移民来到美国了 过了五年的时间 但终于入籍了 我以为从此以后 就结束我这种无国籍的身份 而名正言顺的做过美国人 但我反驳又不是那么简单 有一次去Promise Keeper开大会 Promise Keeper是那些基督徒的一些大会 那一次的Promise Keeper 是给你传道人的 很多人 那些人都很热情 他们问我 你是国籍在哪里 你从哪里来的 那我说 我是美国人 他闭大双眼 有点不好意思的 我意思是 你是什么美国人 我是明白他们想说什么 于是我就回答他 我是亚裔的美国人 Asian American 他们又不断问我 你是属于亚洲人 那你是亚洲哪一个 我就回答他 我是从中国来的 他笑着 哦 弟兄 原来你是中国人 欢迎欢迎 我突然有所醒悟 虽然我是入了席 也都有权去投票 但一般美国人的眼光 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 但中国人也都不以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其实不单止美国人 中国同胞都是这么看我 有一次 我在教会的学生中心 车那些学生回家 我们不知怎样 突然间就聊起 因为我们的身份问题来了 有一个同学就问我 哎 宋牧师 你是什么国籍的 我说我是美国人 他马上就有很强烈反应 他说你是黄皮肤 讲唐话 怎么可以出卖你的祖国 说自己是美国人 于是我就跟他争论了一番 如果你认为 这样就是中国人 所有黄皮肤 那就不用移民来美国了 那为什么你不离开中国呢 突然我们在车上就 车上就车上就车上讨论这个课题 你一言我一语 但我们个个都承认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身份疑惑 自然带来一些感情问题 最后表露这个复杂感情的 就是国歌的问题 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在黄仁中学读书 Queen's College 当然呢 就有些英国的风味 在班奖礼的时候呢 或者在Assemblies当中呢 总是要唱 God saves our gracious queen Long live our noble queen God save our queen 老实说 不单止我 每个唱英国国歌的同学 都是念口网地唱 武神武器 好像念南和那样 为什么呀 没有感情 口网咬Queen 心里说 你都不是我个queen 反而呢 唱完歌歌之后 唱王仁孝歌 乔思乔思乔思 in the cry what a magic we find Let us roar out the glorious sun 乔思乔思 那个人唱得非常三万 为什么呀 感情问题咯 一唱到God save the queen 就淡意无味了 这样啊 中国歌歌又如何呢 父亲带我脱离了中共的统治 一提到义勇军进行曲 心里面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这种恐惧呢 虽然大了之后 漸漸答亡啊 但是呢 始终好像 不觉得和他有什么关系 到了美国了啊 一唱起美国国歌 Oh say can you see 我发觉自己不够A啊 又不够高音 不敢再唱下去啊 老实说啊 感情 不是很重 其实 这个反映了我们自己的内心 或者最低的是我自己的内心 那种矛盾 不禁我问一下自己 究竟我是谁 我这件事呢 是非常古怪 非常神秘的 我记得 读之恶的时候 老师提出两个问题 要我们想想 假如全世界只有我这个人 什么都没有 这样 还有没有我呢 没有你 没有他 那还有没有我呢 又假如全世界都跟我一样 一模一样 一样的智商 一样的案发 一样样 一样的感受 那还有没有我呢 究竟什么叫做我呢 我们都体验到一样东西 我是一个关系的词句 不过我介绍自己的时候 我会怎么说呢 我叫做苏永蕊 我在三法师博图会做牧师 是美籍的华人 中国出生 香港长大 你看清楚 所有这些都是关系的词句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 这个简介就没有意思了 大约我们可以看到最低限度 人有两种关系 一是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不禁会问 上一分钟的我 是不是等于现在的我呢 现在的我是不是等于下一分钟的我呢 你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 如果我们说买 如果我们说买 那你想一想 我昨天问你借钱 借了百元 今天你呢 就问我拿回我呢 对不起啊 你问错了 是上一个星期的我去借你 上一个星期的我不是今天的我 所以今天的我不需要还 那你想一想 我当然是疯了 这是时间上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 上一分钟不是等于现在的你 现在的你不等于下一分钟的你 你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 另一个就是平面人制的关系 我和家庭的关系 我和社会的关系 我和国家的关系 到死的时候 这些关系都会断绝 这些都是一种暂时的关系 无论你在家庭 在社会 你会发觉到 这些的关系是暂时的 当这些人失去的时候 你的身份就发生危机 有一种的悲哀和寂寞 感觉在里面 但其实除了这两种关系 想到死亡的时候 已经没有再说上一分钟下一分钟 已经没有了上下分钟 想到死亡的时候 所有这些关系都断绝了 但是我们和神的关系 才是永恒 才是满足 这个才是真正我们的身份 所以圣经里面 时常说到 当神和人纳约的时候 你是我的子民 我是你的神 这个旧约 常用的关系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关系 这个福音提出的问题就是 谁是我的父亲 是阿伯拉罕 是神 是魔鬼 首先我们来看看 阿伯拉罕 是不是我们的父亲 三十九至四十一 他们说 我们的父就是阿伯拉罕 耶稣说 你们若是阿伯拉罕的儿子 就必行阿伯拉罕所行的事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这些真理告诉你们 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 你不是阿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 他们说 我们不是从淫乱心的 我们只有一位父 就是神 或者我们来看看这段非常古怪的圣经 究竟这段圣经说什么 那些犹太人自认为他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是神简选的子民 即使犹太人一直以此为自居 因为阿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 他们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 神和阿伯拉罕纳约 说你是我的子民 所以他们觉得应定他是一个被拣选的一族 诗篇第105篇第6节 正经说 他报仍阿伯拉罕的后裔 他所拣选哪个子孙 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歧视 并他口中的判语 诗篇强调 他说你们阿伯拉罕是阿伯拉罕的后裔 是神所拣选的子孙 以祖亚书第4章第8节 为你以色列人 是我的报仁 雅各我所拣选的 我朋友阿伯拉罕的后裔 这里觉得更加清楚 以色列人和他人也是神的报仁 是行雅各的后裔 雅各是神所拣选的 他也是阿伯拉罕的后裔 阿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 究竟阿伯拉罕是谁 正经说他是神的盟友 他也是为神和阿伯拉罕立约 并读福阿伯拉罕的后裔 作为他的选民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 他们以为自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 是上帝的选民 因而之傲 我相信今天 我们也有这个心态 我觉得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 去会之前 有很多人自我介绍 他们介绍的方法就很特别 一个介绍 我是持续卡的 就回入籍 一个是逝离初 我是美籍的 一个说 没有 我只是拿HR 一个说 我是刘岳生 在读书 我是拿香港身份证 学生说 这里不是移民局 要不要这样介绍 有一个很聪明的 他说我是入了天国籍 很多时候我们看重的背景 家世 喂 你爸爸是不是什么总理 什么公司的CEO 你是不是总统 你是不是富二代 你爸爸是不是朱镕基 如果我们看到他家世 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是另眼相看 甚至是刮目相看 我想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来头 我介绍自己的时候 我都会这样说 我是苏维瑞 就是苏东坡的苏 有可能 我是苏东坡的后裔 但不要忘记 这些是虚名 是暂时的归属 犹太人自称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说 从血缘上来说 我们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37节耶稣说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个是从个个血缘的关系看 但耶稣不是从血缘去看一个人的身份 是从他的传道信仰去看一个人的身份 他是从一个人的行为 信心去看一个人的身份 39节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我将来神那里所听这些真理告诉了你们 原来你们却想要杀我 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 初诗基第18章记载 当神差霸之士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 他就以诚接待上帝的天使 现在神差彦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但这帮犹太人就想要杀他 这样的矛盾怎么能够称自己亚伯拉罕的子孙呢 所以耶稣说 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 你们父是谁 不是亚伯拉罕 是四十世纪所说 魔鬼 魔鬼是你们的父 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 也不接受真理 看不到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 犹太人不明白耶稣所说的 真是蒙茶茶 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 我们只有一位神 我们只有一位父 又是神 第四十一战 很奇怪 为什么犹太人竟然会这样回答他 说自己不是从淫乱生的 淫乱这个字 希腊文就叫做彭尼亚 彭尼亚这个字是意思 奸淫 分爱情 淫乱 换过来说 犹太人自便 我们不是私生子 我们不是儿子 我们是光明正大 是大伯所生的 我们的负责是神 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呢 答案我们在四十八节找到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 原来犹太人是轻漢的撒玛利亚人 以为他们是从淫乱所生的 不是正式神的儿女 他们以为耶稣当他们是撒玛利亚人 故此就自便了 这里看到犹太人的心思 狗眼看人低 是从人的出处 人的背景来论别人 嘿 我不是那些 好像淫乱所生的撒玛利亚人 我是正种的犹太人 是上帝的选民 是阿巴拉罕的后裔 耶稣就指出他们 你们是看出处 你们是看背景 但我是看人的心里面的生命 我们再来看看42-43-43 一个人真正的身份 不是从他的背景 不是从他的血缘 不是从他的国籍 甚至不是从他的出生来断定 全部这两个外表 是暂时的 是相识之间的 一切都归于无有 一个人真正的身份 在乎他和神的关系 他说已经入了天国的 谁是神的儿女呢 42-43 耶稣说 倘若有神是你们的父 你们就必爱我 因为我本是出于神 必爱这个字 欣赏这个字 是无条件的爱 欺牲爱 耶稣是神差 如果我们是神的子女 很自然 逻辑上来说 我们一定爱耶稣 因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是神所差 我们不爱耶稣 只是证明一件事 我们根本就不是神的儿女 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 就好像耶稣也说 一个比喻 一个铺道员的主人 去出地方 就来到这些住户里面 要收租 首先派一个伯人来 他们赶他走 接着派他的儿子来到 他们不单止要赶他走 甚至出去杀他 这样做法 简直是对这个铺道员的主人 看不着眼泪 今天如果我们是否定 神差万来的独身儿子耶稣 在世上 我们否定他 正是否定神 神子女 第二个特色就是 明白神的话 不是属神的儿女 第二个特色就是 不明白神的话 话这个字 原文叫Lalia 可以做话语language speak 比方来说 我说日本话 你们不明白 是因为我说日本话 但耶稣所说的是阿难话 也都是犹太人所用的语言 为什么耶稣说 你们不明白我的话呢 原来就是用同一个语言 心不在 也都不会明白 不会接受 因为他们 事而不观听 而不问 所以耶稣就解释 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话 你们不明白我的话 因为你心里面被世界 蒙蔽了你的耳 蒙蔽了你的眼睛 我们再来看看 是道这个字 原文是logos 不是Nalia 两者有什么分别 Nalia 指外表的言语 外表的字 logos 是指内容 内在的思想 犹太人根本就无心去听上帝的道 他又怎会明白耶稣所说的内容呢 人家很奇怪 我们假定是听的 合心水合意见的就听 不合心水不合意见的呢 我们就说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know 人家看到小朋友 直到他喜欢的东西 他听得很清楚 这叫做功课 他说我听不到 事实上是 我们不明白 因为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耳朵 被世界的神笼合了我们的眼睛 是啊 我记得 很多时候我 开一些叫福音圣经 有很多人来参加福音圣经 有些就说 咦 我在中学的时候 也读过圣经 但是好像完全 和尔家所读完全不同呢 在经的时候 我才发觉 哇圣经有这么多宝座 很明显 不是圣经 现在改了 而是因为 以前是被世界的神笼合了眼睛 他闭上眼睛就看 没有啊 我没有看到 这些是被罪恶默 的眼睛 最后我们看看 44-45 耶稣真的大胆 他说给犹太人听 你们不是阿巴拉昂的子孙 也不是神的子孙 你们是魔鬼的子孙 哇 真是厉害 你看他怎么说 44-45 你们出于你们的父 莫为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要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得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方是出于自己 因得本是说方的 也是说方之人的父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44-45 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长句 耶稣指指那些犹太人 是魔鬼的儿女 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 是充满了私欲 什么叫私欲? 希腊语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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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语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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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叫这些面包铁成食物来饱饱的人 这就是肉体的宝床 或者是权利 你跳下去的时候 每个人说你很厉害 你信我的时候 我就将所有世界的荣华给你 是想满足我们的权 我们的名 我们的利 我们的肉体的宝床 这个就是魔鬼的商标 第二个特色是杀人 魔鬼起初就是杀人 杀人藏世纪 那个人杀阿伯 其实好像这件事 你的目的是要自我 要没有我满足 得不到我满足的时候 于是牵牢于他人 那个人就牵牢给阿伯 于是怒气杀人 是个妒忌 因为耶稣说你心里面 真是一个弟兄 就像杀了人一样 第三个特色是说謊 不守真理 心里面没有真理 口中只有谎言 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 为什么呢 说謊的真是不用本的 最近调查 70%的人 事实上是用说謊来 骗取自己的利益 对太太不忠 对同事不忠 对很多东西不忠 同样是可以继续活下去的 很多人是靠书科去治疗 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 何事不是这样 魔鬼的子女就是三个特色 第一是满足欲望 第二就是蒙蔽的眼睛 为了不惜满足自己的欲望 甚至是伤人美己 第三 全部谎言 完全是谎言 这就是魔鬼 底女的三个特色 看完这个圣经我们会问一问 谁是我们的父 是阿宝大汗 是神 是魔鬼 求神打开我们的心 叫我们明白灯利 我们今天所持守的 所追求的 我们以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以为我们就是主宰 我们以为我们是掌握我们的前途 掌握我们的命运 其实 这完全是谎言 这完全是没动自己的勇望 唯有我们在上帝灭前谦卑 只要我们是一个罪人 求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又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 卫生给他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 今天 你是否一个真正的信徒 只要同心低头和同祷告 师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 给我们真正的苦心致敏一敏 谁是我们的父亲 是否魔鬼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只是想满足我们的欲望 权 识了 各类的欲望 今天 求你真正光照我们的心 看到我们自己的光级 让我们看到 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 返到主耶稣的时候 他们会看到我们六三真目 看到自己的丑恶 又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悔认罪 求你真正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 叫你做一个诚实无礼的人 叫你做一个紧紧跟随你的人 我们今天讨过来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哪里 原本的验 讲中文 今晚点栏目 这样的真正的按钮 这